大家好 今天要示範如何用 注音來打出簡體字 好我們一樣到 視窗 然後到設定 時間預言 然後往下拉 其他日期時間及區域設定 這邊我們到變更輸入法 這邊如果原本就有中文台灣的話這邊有一個選項 這邊原本就 有新增 微軟注音了 這邊選項 點進去 好我們看到一般的這個頁簽裡面 有可以選擇輸出字首 現在我是選繁體字那我把它寫 試成簡體字 按確定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 先交出筆記本 好那我切換到注音 大陸的區 區域的區 跟我們的不太一樣 我們打看看 區 現在變成 另外 一把 通 我 我 現在都變成 這個鍋了 我們還有 另外一個 我 親 所以 我現在打出來都可以 變成是 簡體字 我們再 來複習一次 首先我們先到 Windows鍵 按設定 再到時間與語言 之後我們拉下來 其他日期時間及區域設定 然後我們看變更輸入法 按選項 按選項 之後到微軟注印的選項 選擇簡體字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謝謝收看 按稟